穷女人为了报复自己的财阀闺蜜 竟策划让对方的老公当她的专属司机 而听到男人说有点饿了 她立马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大餐 并且以开车不便的理由主动喂了男人 然而次元并没有拒绝她 反而夸奖味道棒极了 看到男人就要吃完 恩将又将水喂在她的嘴边 次元此时已经忘了两人的关系 恩将更是将自己带入成了贤妻两母贴心的喂次元服 他们还相互对视一笑 气得小编键盘都砸坏了十个 两人是来给客户送货的 本以为完成后就直接回家 却不想恩将又有了新计划 刻意提到自己想去看冬天的海 男人一听不得了了 说想看那就带你去看呗 于是他们又来到海边游玩 家中的妻子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原来恩将想来海边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男人婚前两人经常来海边 当时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新婚夫妇 这时男人觉得海风有点大 便将八百万的外套脱了下来 亲自披在了女人身上 恩将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但他把钓鱼学得透透彻彻 在男人意外的眼神下将外套还给了他 而说起当年一起来海边玩的场景 两人都不禁有了一样的想法 恩将更是直接暗示 次元那段回忆真的非常特别 男人陷入了沉思 恩将则去旁边玩起了水 等男人也走过来后 他故意在退后的时候假装摔倒 果不其然氛围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边海洋去看望了母亲 家族破产后母亲就经常生病 并且还不能将此事告诉次元家 海洋则独自承担着还债的任务 看着孤苦伶仃的母亲 他决定让母亲跟自己住在一起 可深夜回家后老公竟还没有回来 海洋简直充当着女金刚的角色 而此时车上的次元告诉了恩将一件事 那便是之前妻子送的钻戒 其实是别人不要的 听后的恩将非常震惊 心里更是对闺蜜充满了仇恨 这时海洋打电话询问次元 听到男人温柔地回答恩将又开始了表演 洋装晕车有点想吐 男人问他怎样 恩将却说海洋正在等我们 我们快点回去就好 男人却不想那么躲 直接将车开到服务区 可恩将立马就恢复了原样 更是露出了恶毒的模样 次元却为他买了货香蒸汽水 让他赶紧喝下 接着又命令恩将伸出手 解释这样可以缓解消化不良 虽然钻心地痛可恩将硬是忍了下来 看着认真的男人 他仿佛全身都颤抖了一半 第二天海洋在上班的途中 突然发现老公 竟与闺蜜开心地逛着商场 但因为电梯的原因 他错过了时机 没有当场抓住两人对质 急着开会的 他只能将此事放在心里 次元是让恩将帮自己父亲选衣服 因为老婆太忙的缘故 并且对于这些家常理短 他觉得恩将比海洋更有经验 他承诺下次请他吃饭 恩将却叮嘱次元 不要将买衣服的事告诉老婆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 海洋已经看见了他们 回去后他将毛衣给了父亲 老爷子非常开心 自己的儿子终于知道感恩了 可当姐姐问次元谁选的衣服时 他却吞吞吐吐起来 还好父女两人并没有注意这些 另一边海洋却一直心不在焉 亲眼看见的画面令他无法工作 于是他打电话给恩将 让他陪自己去见母亲 因为他想让恩将照顾母亲 可就是这样的举动 竟也让恩将嫉妒了母女俩的感情 心里又萌生了破坏的想法 这天他带着行李来到海洋家 妈妈以为是女婿回来了 却不想是讨厌的恩将 他直接给了恩将一个下马威 说他为什么不按门铃就随便闯入别人家 海洋还解释开门太麻烦才说了密码 妈妈却觉得他是个外人 为什么要将密码告诉外人呢 恩将选择了隐忍 不仅如此 他反而更加卖力帮海洋打扫卫生 就是为了以后能够直接将海洋击垮 这样的女人实在太可怕了 而海洋说到婆婆会阻止妈妈搬进来时 恩将又鼓动她让她不要服软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退缩 凭什么婆婆要管你妈妈来住的事 也不知道海洋咋想的 竟被恩将一番话洗脑了 而这也成了恩将破坏海洋 跟次元关系最大的导火索 因为晚上次元回家 发现自己的岳母竟已经住进了家里 他质问老婆到底怎么回事 不商量一下就直接住了进来 海洋已经不想再忍 自家妈妈来住谁敢说三到四 又不是用了你家的钱 并且强势地让次元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老婆的行为让次元想起了温柔的恩将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可就在第二天 恩将悄悄地来到闺蜜的办公室 因为海洋今天要与妈妈待在家里 他是来偷海洋的钻石设计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 海洋接到客户电话需要回来拿东西 进门后他好奇闺蜜为何出现在自己办公室 本以为两人要开始撕逼大战 却不想恩将谎称是来帮他整理资料 因为很多东西需要缴费 但是海洋经常忘了这些 如此简单的借口海洋竟真的信了 反而觉得恩将是在替他着想 自己一定要好好对他 虽然躲过了海洋的怀疑 恩将还是慌张地说有急事需要离开 看着远去的好闺蜜海洋又一次感谢了他 出来后恩将还是惊慌不已 差点就被对方看出了破绽 这边次元跟父母说了岳母住家里的事 却直接受到了母亲的反对 凭什么要跟女婿住在一起 回来后次元发现恩将在家里 这让他惊喜无比 恩将却让他小声一点 闺蜜妈妈正在休息 次元感谢恩将帮忙选衣服的事 毕竟解决了很多麻烦 父亲更是越发认可他 可两人的笑声却被上厕所的岳母听见 次元邀请恩将再去一次诊所 恩将满怀期待地等着 却不料岳母冲了出来 岳母的出现吓到了两人 次元急忙说买了他最爱吃的寿司 却被岳母礼貌地赶走了 等男人走后 他开始教训恩将 你个闭齿 你不知道要跟闺蜜老公保持距离吗 海将脸贴着脸说话 简直太不像话了 对于闺蜜妈妈的责骂 恩将只是解释说怕吵醒他才小声说话 妈妈可不吃他这套 恩将还想解释一下 对方直接让他滚 他狠狠地看了对方一眼 接着出来给闺蜜打了电话 说自己准备好午餐就要离开 只是跟次元聊上次买寿司的事 却被你妈妈羞辱 没想到的是海洋竟跟恩将道歉 责怪妈妈脾气不好 但这次的事又让他留了个心眼 回去听了母亲讲的过程后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闺蜜 母亲却掩饰当时的画面 他们都要脸贴脸了 还能有什么好心思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妈妈始终觉得不对劲 但海洋就是不听劝 甚至说就算不要老公 也不能没有恩将这样的闺蜜 而这天海洋终于跟老公彻底决裂 因为次元妈妈私自跑到 他们家门前尝试密码 看见是亲家母后 他只能打电话给女儿 惊恐地将此事告诉她 得知后海洋急忙往家里赶 并且询问老公这是要干啥 两人因此事在车上就吵了一架 次元回去后只能将妈妈送走 毕竟保安都联系了他 赶来的海洋刚好看见这一幕 直接质问男人妈妈为何要这样做 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想要开门 这样的事已经持续几年了 海洋不理解为何老公如此反对 自己跟妈妈住在一起 凭什么需要婆婆的同意 可能这就是现实生活 男人本想冷静后再谈 毕竟现在都处于火气大的时候 海洋却想立马解决此事 他让次元马上打电话给家里 让妈妈不要插手这件事 更不要来自己家里 说着就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男人只能去抢手机 拉着时他也冒了火一把 将老婆推在了地上 随后又觉得这行为不对 解释是不小心推的 就在他去拉海洋时 海洋用手机砸在了他的额头上 疼得男人撕心裂肺 这时却听到海洋说是不小心的 他这次没有选择忍让 因为恩江的话没有说错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退缩 次元也被搞得一头雾水 问他是想要离婚吗 海洋却不管他怎么想 只是打电话询问妈妈是否安好 此时的次元再次想到了恩江 心中却是更讨厌海洋了 于是他去找了恩江 将所有的过程告诉了他 听到海洋提出离婚 恩江高兴地说不出话 果然海洋经不起自己的刺激 而听着男人的抱怨 他分析是海洋自尊心太强 并且野心还很大 应该是从小过惯了富家生活 并且在男人喝水时 不经意间提到了债务的问题 因为这就是海洋延后生孩子的原因 可男人急忙询问他 恩江又假装自己说错话了 但次元却是最懂恩江的人 他只是让恩江告诉自己 所有关于海洋的真相 此时的恩江会将闺蜜的秘密说出来吗 为了报复心机闺蜜 恩江不惜来到闺蜜家当保姆 不仅每天要按时做饭 就连闺蜜母亲洗澡也是亲力亲为 因为这样才能完美进行自己的计划 可始终海洋妈妈觉得不舒服 恩江这样的伪装他早已识破 多年来女儿给了恩江不少衣服 就连高中有次学费都是女儿帮他付的 虽然立马得到了恩江的感激 可海洋妈妈并不想就此错过机会 羞辱恩江几十岁了还没有结婚 正经工作也没有一个 只能到处打工维持生活 更是让恩江不要以为跟海洋是朋友 就认为跟他是同一等级的人 这一番话刺痛了恩江的心 母女俩更是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为这些话竟都被门外的次元听见 恩江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在喜欢的人面前被闺蜜妈妈羞辱 晚上他开始奋发图强学习资料 却总是过意不去白天的话 而如今唯有报复才能解心头之恨 第二天他给闺蜜送货时 海洋为妈妈的话感到抱歉 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可恩江却生出了一个计划 原来闺蜜跟次元已经和好 于是他又一次开始煽风点火 让海洋一定要态度坚决 不然婆家跟老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海洋也在思考自己是否太软弱 这时恩江又说为啥照顾自己妈妈 还要看别人脸色 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海洋再次被成功洗脑 恩江见状之道已经成功 接下来便是进行第二步计划 于是他借着送东西的理由来了财阀家 次元妈妈非常喜欢勤奋的恩江 还说如果是自己儿媳就好了 不像海洋一天见不到人影 恩江有意无意地提到海洋接了妈妈一起住 果然引爆了婆婆的小宇宙 她装作无辜的样子 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女人一定要去给亲家母一点颜色看看 恩江则在路上联系了海洋将此事告诉了她 并提前暗示海洋可以报警 来到门前恩江急忙去打开了门 进来后女人就让海洋妈妈滚出去 因为这是次元爸爸买给她的房子 不管对方如何求饶女人都不答应 要求立马搬出去 还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骗子 说着还想起被气死的父亲 这时海洋赶了回来 母亲却让她赶紧道歉 海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呢 婆媳两人因此陷入了大潮 听到婆婆说房子的归属是老公家 海洋只能忍着泪请她先回去 恩江看着这出大戏开心不已 眼看局势僵持不定 海洋只能说那我只能报警了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婆婆 恩江在一旁窃喜地看着 而婆婆则不再留情 必被水泼在了海洋脸上 没想到事情竟演变到如此地步 最终婆婆被警察无情带走 赶来的次元凑巧碰到 女人质问儿子 她老婆凭什么让自己受这种耻辱 次元并没有回答她 而是让警方的人先带走 来到家里 她不明白老婆的用意 因为那可是自己的妈妈呀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了家 海洋其实也不想这样 可恶的恩江还在一旁装模作样 次元来到一家酒吧姐们 恩江知道这是个机会 于是她温柔地安慰男人不要弃着自己 还给她出谋划策 让次元先承认错误 接着再安排母女俩出去度假晚几天 这也是恩江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样就可以支开海洋了 她还承诺会帮忙照顾好女儿 第二天海洋便带母亲出去旅游 却不想遇到曾经留学时 有过纠缠不清的男同学 男人还是个富家公子 一直都想跟海洋发展一下 可多年不见的同学 竟神奇地出现在了眼前 你以为真的是偶遇吗 其实是恩江提前去找了男人 并告诉他海洋旅游的日程 恩江不愧是恩江 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 期间海洋曾打电话叮嘱女儿 让他一定要听恩江阿姨的话 并告诉恩江自己遇到了当年的男人 此时他都还不知道 自己的闺蜜是个什么货色 恩江则让海洋将男人当作庸人尽情使唤 而因为担心计划出现变故 恩江还做出了第二套方案 那便是让母亲去应聘闺蜜婆婆家的保姆 如此一来 他就能得知次元父母家最新的情报 母亲也能拿个高额的薪酬 这边海洋正跟男人喝着烧酒 男人却直接对他进行了表白 让海洋留在自己身边 眼看海洋无动于衷 男人只能说出他们在意大利的那些往事 海洋并没有接话 两人又来到海边散步 男人依然现着殷勤 将自己的围巾围在了海洋身上 并充满爱意地看着他 但海洋存有一丝道德 告诉男人自己是有妇之妇 并将围巾还给了男人 可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男人却将他拥入了怀中 另一边恩江与次元正开着小火车 恩江害羞地说出了当年的感受 以为两人当时在搞暧昧 男人却不记得了 可没想到的是恩江又爆出了惊天大瓜 说他们曾经接吻过 然后装作很害羞的样子 这可把次元吓了一跳 可两人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竟都没有觉得什么 反而开心地聊着天 恩江形容次元当年 就是个对女生来者不惧的男人 次元却转移话题说两人是好朋友 没想到对方却说他们不是朋友 这把次元整猛圈了 恩江这时也直勾勾地盯着他 随后他说起了与海洋的关系 其实所有人都没把他跟海洋当成朋友 因为自己家里穷困潦倒 没想到恩江还有这一面 男人不停地夸奖他的优点 接着又觉得不够 竟直走到恩江旁边坐了下来 两人顺其自然地靠在了一起 恩江的计划也完成了一半 而就在半夜的时候 他来到了闺蜜的房间 观察着里面的各种物品 随后看上了闺蜜的睡衣 于是他来到浴缸舒服地泡了一澡 脑中还想起与次元的画面 接着又来到化妆间打扮自己 并喷上昂贵的香水 他想起了那些侮辱过的人 太极曾说他怎么都无法跟海洋一样 闺蜜则是嫌弃他年龄大还要挑三拣四 并说他这种人是抢不走自己老公的 海洋妈妈羞辱他跟海洋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这些隐藏在内心黑暗的画面 此时都浮现在了眼前 恩江此刻彻底黑化 他要报复瞧不起自己的人 半夜次元以为老婆回来 可等他看清人后 却发现竟是恩江站在那里 他是那么的羞涩可参 突然恩江朝他走了过去 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心里期待恩江做点什么 可等到恩江站在眼前他又准备离开 却被恩江抓住了手 接下来他们又会干些什么呢 我是大鱼讲电影 点赞关注看下集